一开始先带您来看中午吃什么 现在如果是吃石斑鱼的话 要先帮石斑鱼民们谢谢您了 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石斑鱼 说被对岸是认为有验出了禁药 所以现在不能再出口到大陆去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石斑鱼民来说 养殖户来说影响很大 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屏东这边主要养石斑鱼的 那将近九成基本上都是销往大陆 那现在没有办法去大陆该怎么办呢 在昨天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就特别来到了超市里头 表示说要谢谢超市 现在要买五百吨的石斑 让大家一起来吃石斑 呼吁大家对于石斑鱼有信心 因为我们的石斑鱼检验是完全合格的 好像没有办法进口去大陆 是因为对岸蛮横违背惯例 所以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些证据 他们也不读不回 好 这样子的一个指控 来自我们的蔡政府 同一时间总统蔡英文昨天 也在脸书上头发文 好 昨天是去参加了台北国际食品系列展 现场说有日本的和牛啦 有立陶宛的巧克力等等 非常丰富 好 这当中话锋一转 又提到了我们的石斑鱼 好 他讲到来自日本福岛 鱼产养殖业者 有特别讲到 这一次他们会协助我们的石斑鱼 出口去日本 同时透过吃民主的鱼 来伸援台湾 好 讲到民主的鱼 感觉政治意识有增加 石斑鱼好像不止止 是石斑鱼变成民主意识 有民主价值的鱼了 而纽约时报则是要告诉大家 说他们的观察 他们认为大陆是用经济手段 来对台施压 还说台湾养殖户这一回确实 准备损失很大 提醒咯 我们不要再过度依赖 大陆就会有很高很高的风险 好 我们也想问这句话 蔡政府在先前有讲过 但是现在他们正式的完全执政 将近了六年多 那这一切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因为对于这一些养殖业者 渔民来说 他们想问的就是 这不是第一次 好 特别提到 说其实去年的大陆就有通报 屏东这两家的渔场 是有用禁要的问题 当时只有暂停这两家输入 他们就想问了 这一次又是这两家业者验出的 那同样的两家业者一再出事 你政府没有作为 这口黑锅却是让所有的石斑鱼民 都必须要扛 他们就想知道 到底政府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你在水产外销的部分 有没有做最终的检验 有做好真正的把关吗 那我们之前讲的借牌问题 没有养殖登记证的问题 还是这些鱼有办法出去 到底你政府有没有真正的在控管 好 真的问题来了 你现在告诉我们 外销没办法销出去 那我们会有补贴 但这个补贴 我们是真的能够拿到吗 这些种种的疑问 就来自于我们第一线的 这些石斑鱼民们 他们想知道的是 好 这一回你是谢谢日本 帮我们吃民主的鱼 谢谢超商来帮我们买 500吨的石斑 但问题是 到底你真正的问题有解决吗 还是又是治标不治本 而其实讲到了对岸 最近还有一个很红的话题 就是金夏大桥了 金夏大桥先前 其实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也有讲过 这个是当时说 当年2015年 民进党的金门候选人 陈苍江跟蔡英文 都有一个共同政界 是他们评估要新建金夏大桥 让金门这边的民生经济 更加活络 好 现在柯文哲提出来 就被陆委会说 这叫做无知 所以对比当年的蔡英文 共同政界 来因部分想问 陆委会 你这个无知这一巴掌 是也要打在蔡英文脸上吗 柯文哲抛出新建金夏大桥 陆委会立刻跳出来 同批这说法是无知荒谬 知陆维马很可笑 但是这是一巴掌打脸小鹰吗 因为二零一五年民进党金门候选人 在选举公报上挑明说 和蔡英文的共同政界就是一年内 评估新建金夏大桥 以及金夏捷运 并全面加值消三通 同一座桥为何柯文哲提出来 要被骂 无知荒谬 陆委会这个回应非常非常好 他在告诉我们蔡英文总统 就是无知就是无耻 提案还经过民进党的全国代表 阿伟通过 怎么会今天跨时空来打脸自己呢 这又是典型的绿人女不仁 开的支票拍的胸铺 然后现在柯文哲讲这个话 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盖一座桥 我们就会失守了 那小三通是谁开放的 不就是你蔡英文吗 南军红南道客问哲提就是无知 你小英选总统提金夏大桥 就是好棒棒吗 但到底金夏大桥 对金门有什么实质利益 带来物流以及观光旅流的发展 是有实际的经济效益的 金门人都赞成金门跟夏本 要盖这个大桥 祥安机场 2025年就要开始启用 那让金门人以后要出国 不必到台湾来转飞机 但是民进党用反装的思维 说这是特洛伊的木马图层 这个当然是荒谬 而且是欺骗所有的老百姓 当初蔡总统的公开证件 不过换个人来提 就变成穿肠毒药 民进党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 不知道陆委会有没有看到 记者中文报道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次序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 因为我们下期后 下期 台湾水神继维生性电解 我们下期